掌聲歡迎 嗨大家好 我是Lance 那我是來自台大工程科學系的碩一學生 那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題目是 關於我2013年這一整年的故事 那為什麼我要分享2013年這一整年的故事 因為我從大一到大三的時候 其實我的生活並不是非常的充實 那充實的定義是什麼 至少我覺得我大一到大三的生活 在我大學裡面來說 算是一個比較普通 就是也許就是上課 然後下課回到宿舍 然後放空 或是看漫畫看PBS 就是典型的很宅的感覺 但是一直到 一直到 這個人 這就是我 李光頭的時候 一直到這個人 他在大四那一年 我遇到了一群朋友 然後從此改變了我的生活 那像我現在 有時候會很渴望回到之前的那種 就是回到宿舍 然後就開始看PBS 吃著薯片 然後什麼都不要想 享受在劇情裡面的感覺 但是有時候會覺得說 這樣一路走過來 也帶給了我很多的回憶 還有很多的體悟 那為什麼李光頭 好順便講一下 這是我人生歷智 就是李那麼短的頭髮 除了小時候生出來之後 那這個是因為我 2013年的時候 剛好分手了 那所以那時候情緒有點低落 然後我就想做一些 自己沒有做過的事情 所以我就 李了一個光頭 那我遇到了什麼 我遇到了 跟焦點合伴 合夥的這個社團 亞太青年創業社 那這個社團 帶給我的意義 我可以說 它是我大學當中 一個很重要的轉捩點 因為這個社團裡面 每個人都很有自己的想法 很有自己的夢想 那他們 很多人 並不是說 我今天跟你說了這個夢想 那就這樣 So what 你的夢想 OK 我知道 他們會去實現 會一步一步 就是 用自己的毅力 跟自己的行動 去證明說 我一定要實現這個夢想 所以在裡面 那個氛圍當中 我 感受到了很多 我之前從來沒有感受到的東西 那因為這樣 我就去思考說 我大學的生活 我想要怎麼樣 讓它變得更精彩 那首先 我在這個社團裡面 他帶我去 新加坡 那在新加坡 我看到了 來自 很多國家的同學 這個是由我們社團 跟 新加坡大學的 一個社團 一起合辦 也不是合辦 他們辦的一個 全世界的一個 創業高峰會 那 來這個 會議 來這個 算是論壇活動當中的 學生 有來自 香港 澳門 中國 日本 韓國 台灣 新加坡 七個國家 那在那邊 短短的一個禮拜 你會發現 各個國家的 人的看法 或是他們的思維模式 跟來參加這些活動的人 每個人都是 過得很精彩 那也會這樣 讓我體驗到 人生第一次 最重大的挫折 就是 英文真的很重要 因為那裡 你要跟各個國家的人溝通 除了中國之外 你都是講英文 那你會發現 除了香港跟澳洲之外 其他國家的 還有新加坡 其他國家的英文 都是 離離浪 那因為參加這個 新加坡辦了這個高峰會之後 我們回來 我們就想說 我們社團也要辦一個 台灣的高峰會 所以我們就把 這個東西 實踐出來 我們就開始去辦 辦了一個 全世界的 一個創業高峰會 那這個高峰會 我們很榮幸的有請到 史丹佛大學 然後印度 然後中國 還有日本 那 還有一些 澳洲的朋友 一起來參加這個論壇 那在這邊 這個活動 也是帶給我很多提供 因為這個活動 我是算是復招 那在這個活動當中 在辦活動的過程中 也是 過程 也是讓我體驗到 就是說 原來跟一群很厲害的人 一起合作 做一件事情 是多麼的困難 因為每個人都他們自己的想法 那有時候 當某些事情 太固執 當某個人太固執 的時候 你要怎麼去溝通 這些也是 在這個過程當中 你必須學會的東西 那因為擦到這個之後 我後來 這是我當上 亞太青年創業社社長的時候 我想說 既然暑假已經辦了一個 全世界的一個 活動 那我也想辦一個 全台灣創業相關的活動 所以我跟 交大創業社 在今年的寒假 一起合辦一個 全國的創業營隊 那這個營隊 也是讓我看到 台灣有很多對創業 有熱血 有想法的青年 讓我在這個 這個活動當中 也很Enjoy那個感覺 那除了 SS帶給我的這些活動之外 我在SS當中 也認識了一些 朋友 那一些朋友 有的是 KDES NTNU的創辦人 有人會問我說 為什麼你要參加 KDES NTNU 老實說 就是 因為這個創辦人 我個人是很欣賞他 他自己有他的想法 而且 我覺得他做事 是一個有擔當的人 那時候就邀請我去參 參加他們辦了一個活動 那參加之後 就問我 有沒有意願 一起跟我來做這個 TES NTNU 那我分量了我自己的時間 之後 我就說 好 我就加入了他們這個團隊 跟他們一起弄了 兩場活動 那這兩場活動當中 也是 讓我 看到很多 不一樣的東西 我能說就是 跟不一樣的團隊合作的時候 你的眼界真的會不一樣 你看到的 相處的方式 跟你溝通的方式 真的會選到很多東西 那除了這個 TES NTNU之外 我在2013年 還創辦了一個 藍絲小部的部落格 不過我現在沒有繼續寫 這個部落格 我寫了四個月 跟另外 四個朋友 一起合開了一個 部落格 那為什麼我那時候想要拍這個部落格 是因為那時候我覺得說 我想要啟發一些人 那我想把我看到的一些東西寫下來 所以那時候 我有那個動靜去做這個事情 那做了四個月之後 我發現說 我未來不是想走這條路 但是我體驗過這一個 這段旅程 所以我覺得 我想做其他東西 所以我後來就 沒有繼續走下去 但是這過程當中 也是讓我看到很多的 不錯的東西 那接下來就是 這是我在去年 跟朋友一起創 算是一個小創業的計畫 我們一起去賣果汁 那我也很享受這個旅程 因為這個旅程讓我發現 原來我認識的朋友 是很棒的 那這三個 這三個朋友 都是我在社團裡面認識 那當初大家 就其中一個創辦人 他就突然有一天說 我想要賣果汁 那 我們要怎麼做 我們是不是要有行動 而不是只是嘴巴說說 那開始 我們就開始討論 那既然大家要做 那就是要投入一些資金出來 那大家一起投入一些錢出來 然後一起去 體驗了差不多兩個多月的創業計畫 然後我們真的跑去公館創業市 這邊賣果汁 那這過程當中 你真的會發現創業 這是一件很辛苦的事情 因為你要從 果汁 就是你當初你都不知道怎麼打果汁 怎麼配那個果汁 那你要從零開始 然後就開始去 怎麼調配果汁啊 然後要怎麼去跟水果商 說 這個水果我們跟你 購買多少量 然後比較便宜 那你要怎麼去預估說 你當天去賣那個果汁 你大概可以賣幾杯 因為如果你估算錯的話 你就是 消耗你的成本 因為你要買比較多的水果 來打那個果汁 所以這些東西 過程當中 你也是會讓我體驗到 很多不一樣的東西 然後 唯一讓我最感慨的就是 在這次創業當中 我成功的把蘋果 一刀就削完所有的瓶 這是我覺得還蠻有成就感的 我以前都不會 就是一片一片這樣 可是我是可以圓圓的削嗎 就是削完很漂亮的一個蘋果 所以大家如果以後要吃蘋果 可以拿給我削 好 那除了這個之外 我還有參加了一個 夢想學校的實習 那 在這個實習當中 就是讓我看到很多東西 因為這個 那我學校是 不知道大家認不認識王文華 他是我的老闆 那他也很 很用心的帶學生 那從他身上也是學到非常多的東西 而且在夢想學校裡面 我覺得大家也是很有想法 很有夢想的一群年輕人 所以跟他們一起共識 也是一個很愉快的事情 那參加完那麼多活動 當我在整理這些powerpoint 來焦點這邊分享的時候 我回顧了一下 那 讓我覺得說 年輕真的很好 我覺得就是 在場的大家都是年輕人 那我覺得大家應該都有自己的夢想 也有自己的理想 那我覺得就是 不要局限在就是 安穩的生活 你要試著怎麼去踏出去 那我最後 想要送大家一句話 就是 不是想要送大家一句話 讓大家去思考一下 你要怎麼去 揮賞你的青春 因為 我覺得年輕不要留百 就是你可以好好的 Enjoy你的生命 那你就好好的去享受他 就是不要到你老了之後 才說 我大學好像都沒做什麼事情 所以我分享到這點 謝謝大家 對 你